香港凤凰卫视电视台的刘总裁常乐先生 各位法师 各位嘉宾 各位护法信徒们 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香港凤凰卫视刘总裁常乐先生 各位法师 各位嘉宾 各位护法信徒 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我们一般听到人讲 说的没有唱的好听 那么我们从今天 明天 后天 这个圣天的红华讲座 就用一般讲书 一般唱诵 来跟大家寄完 一般我们听人说 说的没有唱的那么好听 所以我们未来这三天的讲座的宏法 是会用一般讲演 一般唱诵的方式 曾经没有作为我们修行的法门 在这三天里面 今晚会讲的是禅 明天晚上就讲静徒 后晚是讲物教的物 所以在大乘八宗之中 禅静物是可以作为我们修行的法门 我们今天讲这个城 第一段就是讲到维摩经里面 告诉我们大家一个小型的法门 叫做无尽灯的法门 今晚的禅 首先会跟大家讲的就是维摩经里面 所教的一个无尽灯的法门 你们各位 存众之德 为了什么 为了就是使我们家族的相互不断 等于等等相存 永远不绝 我们传宗接待位的是什么呢 就是令到家族香火不断 灯灯相存 永远不绝 世间上我有灯最好 一灯灯亮起来 你再灯第二灯 第三灯 灯火灯 互相毁阴 它不会障碍的 不会你不喜欢我 我不喜欢你 没有障碍的 世间上唯有灯是最好 因为一盏灯亮了 再点亮第二盏第三盏 每一盏灯是互相辉映 不会说互相障碍 你想这个座位 你已经坐了 别人就不能坐 像这个土地上已经起了房子 你就不能再起了房子 这个座上已经摆摸了的东西 你的这有什么物品 就不好再拿出来 就是它有障碍 可是广好像富一样 富富到头广广无碍 广和广不想障碍的 富的到也是一样 这准富那准富 富富到头 他们也不障碍的 所以富光普照 我们如果有一个座位坐下 人家就不可以坐 如果土地已经建了屋 第二间屋也不可以在那里建 同样桌面的物品 摆了之后 就不可以再摆东西 因为这里会产生一种障碍 但是光就不同了 光如同佛一样 所谓佛佛道同 光光无碍 这个也是佛光普照的意义 就是蒙蒙的大壳里面 有一个灯塔 让这个所谓苦海无边地里 一些船着 进到这个灯塔 就知道归航了 在茫茫大海之中只要有一个灯塔 令到好像在苦海无边之中的船 一见到他就知道去哪里可以归航 像母亲管理出外的子女 一晚回来 不知道假日的大门在哪里 在门口点一盏灯 等候儿女的跪来 那正是天下父母心了 又好像妈妈挂着出外的子女 夜晚回家不知道大门在哪里 就会在门口掛一盏灯 这种就是天下父母心了 青年暗色 一等寂明 不过你这个房子里面 怎么合暗 但是第一个灯亮起来 那么这个暗色里面 什么惊慌 就能一目了人呢 所谓千年暗室一灯即明 我们无论间房多黑暗 只要有一盏灯点起 那里面在什么状况 就会一目了然的了 我们的心灵也就无云 何暗 覆盖了 没有光明 假如把我们的心灵的灯光 也能点亮 那我们就能认识自己的本来密目 那不是齿不妙者呢 我们心中也都是覆盖着乌云和黑暗 所以就见不到光明 假如我们能够将心灯点亮的话 那就是非常之好的 因为可以见到本来的面目 你们家庭里面 家族有优秀的子女 继承父母的事业 所以带带相传 等等 寺叔 所以吴敬顿 对你的假错 对你的人生 不是很有未来的希望吗 如果家中有优秀的子女 能够继承父母的事业 所谓代代相传就是一种无尽灯 对于家族 以至于人生来说 都是无尽的希望 所以吴敬顿的这个范门呢 不光是出家 不光是在家 都非常的需要 让我们的家族的光辉 让我们所谓广众 要助的这种讽气 能够记住了解这个吴敬顿 而能像顿一样 等等享受 等等相传 所以无尽灯的法门 是在于出家或者在家 都是非常之需要的 因为这样的光中耀祖 就能够灯灯相续 灯灯相传 现在我们就把 维母主使 告诉我们吴敬顿的法门 以及其他情人里面的 一些吴敬顿的法门 我们用唱的 请给大家 在你们的本子里面 教材里面都有的 也可以一桌 普雀跟着唱 也可以不看普雀就看文字 但是跟着大家合命 一起唱 统统看上看下 大声唱 没有关系 现在我们就是将 维母经 以及其他经典里面 关于无尽灯的法门 以唱众的形式来表达 我们的教材之中是有的 大家可以依着曲 来大家台上台下一起唱 我们现在就来唱这个 譬如一灯 一个灯 可以让不清个灯 一不清个灯 就可以点了 无尽的灯 所以等等 想着都不妨碍了 我们就可以像 譬如一灯 一盏灯 就可以燃点 百千 一盏灯 互不妨碍